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类专业及无人机自主研发技术实力 十万台级别无人机规模化量产和商品化的高标准 无人机生产制造经验 多机型多任务的物流无人机产品限储备 智能化无人机综合网络指挥调度系统 以及两年时间内累计超过两万价次的中 短途无人机物流实测运行数据与经验 为西安发展无人机智慧航空物流产业 提供了坚实的硬科技基础 一行智能集团行业应用副总裁张红说 西安过去一年经济社会发展 态势喜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 进出口等主要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市场主体突破百万 招商引资招财引致成果丰硕 我们也注意到西安正依托历史文化 科教人才 区域优势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化都市圈 我们愿与西安共谋发展 共赢未来 张红重点介绍了一行自动驾驶飞行器 Autonomizer Vehicle AAV的应用 全球智能工中立体交通体系 这一创新产品和配套运行体系 包括指挥调度系统 将为城市地面交通拥堵问题 提供一种创新变革性的安全智能空中立体交通解决方案 为城市智慧交通 旅游 物流 医疗急救领域带来新的助力和价值 一行飞行指挥调度中心 则是一套直观智能化的无人机指挥调度系统 具有监视 调度 控制 预警和记录 五大核心功能 在指挥城市管理方面 指挥调度中心 可用于应急指挥应用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 有线无线通信系统 主机系统 公安GPS GIS系统 政府视频会议等 实现中心于110 120 区呼叫中心及政府等其他职能部门 在语言 图像 数据等方面的互联互通 张宏说 目前一行智能已为国内多个城市 提供指挥城市无人机智能监控和指挥调度中心解决方案 汇集和积极推进包括公安、消防、防灾减灾、林业、环保、国土、城管、卫生、旅游等职能部门工作任务 对于智能无人机的需求 发挥无人机在实施监控、指挥和调度、采集数据集中云端记录和调用等方面的应用 提高无人机运用在日常监管、应急处理、调度管理的效率 据了解 今年初 一行智能与西安高新区 签署了战略投资协议 将在西安打造一行智能无人机航空货运总部 在无人机航空无流领域进行全方位 系统性布局 包括将一行无人机航空无流总部落户西安 在西安市高新区范围内建设一行物流无人机研发、生产、测试基地与通航无流机场、开展智能无人机网络化支线物流运输和末端快递配送业务、支援农村偏远地区和紧急特殊物资配送 同时 一行智能将建立无人机航空物流业务板块 专注打造覆盖无人机空中航运和物流配送行业 上下游全产业链的体系化服务 将该板块打造成为及技术研发、生产制造、销售、服务为一体的无人机物流软硬件一战式解决方案提供商 以及深度整合物流渠道需求的无人机航空货运和物流配送的服务运营商 张宏表示 与西安的合作将开启国内无人机航空物流产业新篇章 一行将助力西安打造集航空科技、智能制造、交通枢纽、物流贸易、新兴经济、人才培养为一体的全国性无人机通航物流网络中心枢纽和国际前沿无人机航空物流释放程式